IgM和IgG哪个影响怀孕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樊杨洋 陕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 现在都提倡优身孕育 孕妈们在病院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来做孕前检查 那么就包括一个套匙系列 套匙系列都包括什么呢 有宫型虫 分诊病毒 泡诊病毒 还有聚细胞病毒 它包括IgG和IgM 那么临床上如果IgM是阴性的话 妈妈们就不必担心了 说明你近期没有感染 如果是IgG的话 说明既往有过感染 现在有抗体了 你的身体有一定免疫力了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 可以放心地去怀孕了 如果我在备孕期的话 IgM是阳性的话 那现在我们就要先做治疗 再复查 好了我们再怀孕 当然也有些孕妈 在备孕期没有来做检查 我们在怀孕期间来做套匙系列的检查 有IgM阳性的 临床上是有的 比较少病例 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严密必抽监测 看孩子有没有畸形 包括糖尸儿的检查 这些都要做精细的筛查 这是我们在继ei中的实说明 我看你们在继续中心的实说明 什么都可以做的 这是我们在预考他们的实说明